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回到我们一个星期一次的短文阅读时间了 那今天的短文内容呢 是有关系到社会的问题的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依然还是有存在在社会的 从以前慢慢慢慢呢 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这样子 问题是什么呢 就有关系到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吧 我们讲成长的经历 就是以前小孩子玩耍成长的一个过程呢 和现在的小孩子完全不同的 那今天内容呢 就会讲述到 这个以前跟现在的小孩子的这个不同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听看这一篇的短文 虽然它不算短啦 但我就把它归类为短文 时代の変化とともに 私たちの生活はずいぶん違ってきています 特に子供の遊び環境や 道具は大きく変化しました 昔の子供は学校が終わると 川で水遊びをしたり 木に登ったり 虫を捕まえたりしました ところが今の子供はまず塾へ行って 住居勉強します そして勉強だけでなく 習い事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休日にはたまに家族と出かけても どこでも人がいっぱいです ですから遊びといっても 家の中でPCゲームをする子供が多いです また都会は緑も少ないですから 今の子供たちは動物や植物などの名前も あまり知りません 一方交通は便利ですから 自転車かバスか電車で通学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が 運動不足のため 体力は昔の子供よりかなり衰えました 今の子供たちは物質的には 昔の子供たちより裕福ですが 実質的には本当に幸せなのでしょうか 以上の等文就是讲述 以前的小孩子和現在小孩子的对比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第一句就是 時代の変化とともに 私たちの生活はずいぶん違ってきています 这句話其实有很多已经教过的文法 首先要讲第一句的是 とともに 这是一个文法 とともに是什么呢 とともに也就是 它发生这件事情的同时 另外一件事情也跟着 随着这个发生的时候 一样产生了变化 所以它这边時代の変化とともに 也就是在时代的变化的时候 同时呢 什么东西跟着时代变化 就是 私たちの生活 我们的生活也跟着改变 时代的改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是可能科技进步了 很多东西也进步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所以它变用了自分違ってきています 自分这些就是相当的 相当的 自分違ってきて 就是不同 那为什么这里要用 きています呢 这边我之前有教过的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 从以前改变到现在的 用的这个くる嘛 就以前到现在 那因为还在持续当中 就是 还是跟着时代变化的生活 所以加了后面 います 就是还在持续的 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随着或者是 时代的改变的同时呢 我们的生活呢 也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 这样子 第二句呢 就是 特に 子供の遊ぶ環境や道具は大きく変化しました 这个呢 就是它强调的其中一种变化 所以它用了这个特に 特に就是特别是 特别强调的 特别是什么呢 子供の遊ぶ環境 環境呢 它其实跟汉字是一样 意思就是环境嘛 也就是说 小孩子的游戏的环境 玩乐的环境 这样子 还有 道具 道具就是玩乐设施啊 道具嘛 会有很大 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它就用了这个大きく 大きく変化しました 昔の子供は学校が終わると 川で水遊びをしたり 木にのぼったり 虫をつかまえたりしました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有用了一个 我们以前有学过的文法 就是这个たり たり呢 它其实就是动词 换成たけじゃじゃり たり 也就是指呢 又做这个 做了这个又做这个 这样子 就是它有很多 不同的动作 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呢 就是说 以前的小孩子 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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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边讲述呢 就是 昔の子供は 学校が終わると 終わると 这边呢 就是当 他们放学 当小孩子们下课的 当下 下课的时候呢 会做什么呢 就是 川で 川で就是河边 去河边 玩水 玩水这个单词叫做 水遊び 水遊び 那因为它是单词 名词 后面加一个する 就是指去玩水的意思 所以它这边 水遊びをしたり 就是那个文法 然后呢 在家后面呢 就是 木にのぼったり 这个呢 就是爬树 很多小孩子 以前都是很爱爬树的嘛 木にのぼったり 还有呢 虫を捕まえたりしました 就是抓虫子 抓昆虫 那接下来 ところが 这个ところが 有些是很多次的 那在这边强调 ところが 就是说 然而 然而的意思 或者是 不过 就是不过呢 他就说了一句 就是现在的小孩子 然而呢 现在小孩子怎么样 ところが 今の子供は まず 熟へて 重研勉強します 所以这个熟 大家可以记下这个单词 一个字 熟 是什么呢 就是 补习班 补习班 所以这个呢 说 现在的小孩子 一方学要怎么样 首先呢 首先呢 会去补习班 熟 熟 熟 へて 这样子 去补习班 重研勉強します 重研勉強是什么呢 就是 重研勉強是什么呢 重研勉強是什么呢 重研勉強都是会特别 啊 针对你的考试出一些 练习题什么样 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 相对之下 就是读 来考试的 所以他就用了 重研勉強 应对考试的学习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 重研勉強します 就到补习班 做了这个 重研勉強 然后呢 そして 接下来呢 勉強だけでなく 習い事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就是 勉強だけではなく 就是 不只是 学习 还有什么呢 習い事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習い事 就是 现在学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 除了学校的作业啊 课业啊 家长们还让小孩子 去学一些额外的东西 比如说 才艺 这样子的东西 游泳啊 跳芭蕾舞啊 或者是 学一些 画画啊 等等 就是 额外的一些活动 那些叫才艺 那些呢 我们叫做 習い事 就是 学的东西 学的才艺 習い事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休日には たまに 家族と出かけても どこでも人がいっぱいです 学生放起来 然后学生得空 然后又没有 去外面学才艺 当有空 的时候 たまに たまに 这点是副词 也是偶儿的意思 偶儿呢 就会跟家人出去 就算是呢 偶儿在 假日的时候 跟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 どこでも人がいっぱいです 去到哪里 都是很多人 因为假日嘛 假日通常 大家都是出去外面 所以 很多人 所以这个原因 导致到什么呢 后面下一句 ですから 遊びといても 电脑游戏 好 这个名詞呢 很常会用到 如果你用在 环保意识 这种的 你很常会看到 緑 緑 就是指 绿叶 或者是 树木 草 这种 都是用緑 緑 所以他就说 这些自然环境 绿叶 什么都是很少 所以导致到呢 今の子供たちは 動物や植物などの 名前もあまり知りません 就是 有一些动物的名字 植物的名字 等等 都不太懂 都不太知道 叫什么 那接下来 一方 一方的话 就是我们转一个 方式 另一个方向 另一方面 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转另外一个话题 另一方面 交通 就是交通 所以他讲 交通 所以他讲 交通 所以他讲 交通 所以这一边 他就说了交通的问题了 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交通 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一边 他就说了交通的问题了 那现在因为 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交通 非常的方便 所以他这边说 学生们就是来回学校呢 都不是骑脚车 就是打巴士 不打巴士 就是坐电车 这样子 所以导致到什么呢 就是 運動不足 運動不足 就是 运动不足 这样子 運動不足 就是 会导致到 这个运动的量不足够 所以呢 因为呢 运动不足呢 所以体力は 昔の子供より かなり 衰えました 衰退 衰退 衰弱 这样子 就是相对比以前的小孩子呢 体力上的不足呢 会显得你很衰弱 这样子 所以他讲体力 就是体力呢 和以前 以前 昔の子供 より 跟以前的小孩子 比 的话 かなり衰えました 相对 会比较衰弱 这样子的意思啦 接下来最后一句啦 今の子供たちは 物質的には 昔の子供たちより 裕福ですが 実質的には 本当に幸せなのでしょうか 这句话呢 他就是有一个作者的想法 这样子啦 今の子供たちは 现在的小孩子呢 物質的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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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上的 像 以前 小孩子相对来比的话 是 非常的富有的 就是 现在 又有冷气啊 又有电脑 又有平板 等等 相对之下 比以前的小孩子 是非常的富裕 非常的幸福 这样子 裕福 可是呢 実質的には 本当に幸せなのでしょうか 這個実質的に 就是指 十字上 雖然他們在物質上 得到了滿足 可是 十字上呢 他們是 真的幸福嗎 這樣子 通常呢 如果後面會用到 でしょうか 在文章裡面呢 其實 其實都是 感覺 作者上呢 都是 真的會幸福嗎 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 懷疑或者是 否定心態去寫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 講解的一個短文啦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內容的話呢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然後分享出去給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他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喔 這樣子你可以第一個時間 收到他媽最新動態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吧 お疲れ様でした 掰掰 大致上 大致上或者是巨多 這全國的這個百貨公司 巨多都是這樣的時間 大致上都是這樣的時間 大致上 在這天 市場上 大致上 錚